结束不久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 中国与取得大胜 五组选手中 处理一进 罗徐敏内战出局外 仅输一场外战 将向三个单向冠军发起冲击 首先出战的女单比赛 高仿杰 先翻世界排名第七的赛会一号种子选手 英达农晋级决赛 双方大战三局 首局高仿杰 14比21 先输一局 后连班两局 21比17 21比9 从而以2比1战胜对手 晋级决赛 将向冠军发起冲击 难担李诗丰迎来上周战胜自己的拉克什亚森 李诗丰憋足了一股劲 首局21比17 先胜一局 第二局20比19拿到场点 但又犯了领先不会打球的毛病 被对手24比22逆转扳回一局 第三局李诗丰开局4比0领先 并一路领先 22比17 拿下胜利 决赛将跟昆拉伍特争夺冠军 在本场半决赛的比拼中 李诗丰和拉克什亚森都打出了高球速 376 KPH 376 KPH 415 KPH 比赛强一场精彩 男双留意 陈柏阳遇上马来西亚无是非 一组丁 结果经验不足 14比21 17比21 不敌对手 无缘决赛 女双又是国语的得比战 比赛非常激烈 李怡静 罗徐敏与刘胜书 台宁大战三局21比16 19到21 21比19 刘胜书 台宁2比1 艰难战胜队友闯入决赛 将与丹麦选手争夺冠军 本战比赛 国语众位小将发挥出色 取得的成绩非常不错 决赛中要全力冲冠了